REMAX RELTRON地產 Tony Lai 幫你最短時間買賣得最好價錢 最少麻煩、最肯靈驗 榮獲REMAX RELTRON地產白金地產會大獎 Tony Lai 是你地產的Super Guy 今天的娛樂CSI 又要帶大家回到TVB 最近的記者發現有一位女藝人 竟然可以同一時間 在中藝科和劇集組中 同一時間受到力捧 你都知道TVB這麼大 而且有這麼多女藝人 要同一時間在戲劇組和中藝科 同一時間受到力捧 真的很難 由於掌管這兩個地方的人 都是不同的 即是說她已經受到很多高層的力撐 究竟誰這麼幸運呢 不如一起娛樂CSI 究竟這個女藝人是誰 就是大快田田蕊莉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惡然 你在說什麼 如果大家不知道 田蕊莉現在已經頂替了 劉美君成為超級巨星II的主持人 由於劉美君的唱片公司 只是四大唱片公司之一 所以TVB沒有辦法 一定要換個主持 除了田蕊莉一起做之外 當然還有心理 但始終她也是 背重飛的女主持人 每個人都會覺得很奇怪 沒有人想過 阿田可以做主持人 原來阿田跟超級巨星II的監製 是很熟悉的 兩個都是來自雅士 其實這位監製 就說她自己根本 Cast過很多人 她覺得個個都不行 但田蕊莉就不同了 除了把口朗過油之外 亦都是唱得之人 大家未必知道 原來田蕊莉加入阿士的時候 是贏過歌唱比賽 所以田蕊莉基本上是唱得歌 而且她的嘴巴非常厲害 大家看到她在超級巨星II裡面 雖然主持了幾集 但大家都會覺得她原來真的會做主持 效果是不錯的 其實巨星II的監製是 樂易玲邦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其實樂小姐如果不支持田蕊莉 她基本上是不可能做主持 所以她現在做主持證明 樂小姐的確支持她 至於在劇集組方面 田蕊莉都不停開戲 其中一套叫《獨心神探》 跟林寶儀一起合作 兩個扮演情侶 升成為第一類主角 這套劇集是珍姐開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其實珍姐都蠻看田蕊莉 除了《獨心神探》之外 其實田蕊莉即將會加入 這個處境喜劇 這套處境喜劇 叫做《天天天情》 這套處境喜劇 不用說了 都是珍姐派的 珍姐派的這套處境喜劇 其實有很多時帝和事後 今次找了詩琦姐 加上《無信軍》 再加上《黎耀祥》做膽 而田蕊莉就會加入 一起主演這套電視劇集 每個人都賢掉 由於跟很多事帝事後合作 所以令到自己的演技都會好些 擺到明就是名益雅大快田 又是珍姐派 珍姐連開兩套電視劇集 都是找田蕊莉有什麼不看她 很多知情人士都說 其實真的很難才會有一個女藝人 可以同一時間在劇集方面 和中藝科都受到這個力捧 很明顯駱逸玲和珍姐都好看她 很多知情人士都說 原來田蕊莉把嘴真是朗過油 每個人都見到她 都鬼死這麼開心 見到誰都很尊敬 每個人都叫姐 所以搞到駱小姐和珍姐都不知多疼她 也有很多監製都很開心地用她 所以令到她這麼吃得開 現在TVB力捧她 就算這件事也有人問過 但快田她又聰明 立刻什麼都不回答 也問人家哪間部署的 立刻轉過頭就走了 免得說多錯多 因為很多高層最怕是藝人太高調 所以田蕊莉看來 在TVB繼續有很多機會 說到這麼久 是時候八進公投 今天八進公投的題目 我想問一下你 田蕊莉做這個超級巨星2的主持 你覺得她行不行 你可以將你的意見 去到我們八轉娛樂的網站 Click入討論區 將你的意見發表 看